你現在跟他講他講 什麼都是四宅的方向 寧康朗這次沒有出聲 現在不敢出聲啦 當然我不知道記者有沒有問 嘩 嘩 怎樣啊 你的表情真是十足思汗的樣子 這些呢 你看到呢 因為不是這樣就進不了 不是因爲這樣就進不了 但是因爲這樣 因為當明信卡的信字編是不行的 那這架又不行 唐蜂不行 不代表赤柱不行 這些是可以的 因為後面就沒事了 我正在數錢 準備探監的時候 這個星期要進去探監的時候 剪掉它可以嗎?那個位置 沒有人見過來了 下面來的嘛 我說不要緊啦 整個是這個尺寸的 我們回來講那個工程 那你現在開心了 這就是你自己的 那基本上 但是爲什麽好像只有四個人 不是 不知道 剛才看一下有四個人 有七個人 不緊要啦 最緊要是你們繼續吧 好 那就對了 現在 Nina面對面 今期是Nina 在《希望之星》的最後一集 所以請封水號跟大家做一個 和Nina一起做一個ending 什麼時候呢? 何師傅你好 早安 早安 大家 天天黑夜 上著著天走 天運 雲時走的時候 你才不會忍著來的 其它方面會 真的去到陰陽 每天都有 天休息和晚上 都是正常的 雲時去到這裡 可能走低運 大家都是守著你的心 大家剛才就說了 剛剛開播就說了 這個是最後一集 接著那些朋友就很急了 就說了 啊 翁子豪沒有做了 他不做了 那就去一集了 不行了 說不是 跟大家解釋一下 Nina面對面這個節目 是希望之星這個台 就是最後一集了 因爲我剛剛開始做的那時候 都不知道可以做到多久 因爲香港的環境 主要是講香港的新聞 香港那邊的嘉賓 講市政的那時候 其實很多大家都見到 很多人都不可以出聲 不可以去講 就算那邊我真的找一些嘉賓 之前我看見白喜哥一個星期幫我改一集 其實我去到這個階段 我都不敢再繼續找他們 加上之前和白喜哥做節目的那時候 大家也看到了 根本就做不了下去了 就是有些炸炸聲 一直在那裡炸 炸了兩集 根本後來就做不了了 就決定我們暫停了 這個節目就做不了了 其實看見很敢講話 都不敢再繼續講下去 就說 都經大家有危險 都在這裏好多謝過去 大家都有嘉賓的支持 包括風水方面 豪師傅 馮老師 又有西洋方面的Danny師傅 又有事情方面一聲幫我講一集的 康正和白喜哥 多謝很多位嘉賓 我還不講名字了 希望大家繼續支持 泰哥、白喜哥和康正的維路頻道 他們還在這裏 特別在香港現在這個時間 繼續堅持 很難得的 都很多謝大家 我也是因為我當初做這個節目 我心中的目標是做五百集 可能跟著我再去海報再談一下 因為很難長時間做 因為聊了一天 又對著我 大家看到我其實看不到 前面有很多強光照著我的 因為如果不開那樣強的光 我心裡最終是虛弱的 開那樣強的光 其實眼睛很痛的 上個月我甚至以為我的眼睛出事 眼又痛 又眼 我以為眼睛會不會生癌症 心裡想 我差點太熱眼睛 後來就把光關了 甚至前幾十字幕都很虛弱的 身上是虛弱的 都沒有開那些光 加上除了強光照射 平時也有看電腦 看資料 很長的時間都是在電腦前邊 其實這樣跟著眼睛不行了 都會了 這個時間我想都需要休息一下 下一步不知道會不會再繼續這個節目 或者有一個新的去向再跟大家說 我再看看大家有沒有什麼問題 而我來說 都會忍不住 或者會對自己說真善忍 做人 之前古人都說 忍一是風平浪潮 退一步海赴天空 都沒有衝動做事 最好這個時間做事沒有衝動 投資也好 做人也好 或者你遇到怒火衝篇 怒火衝冠 衝冠 我不懂得說 衝冠 是不是? 衝冠 是不是? 衝冠 不懂得說 是的 這個時間你都是平息一下自己 沒有衝動之下做錯事 而且你罵人的時候會想這個循環的 好像維麗鏢那樣 你罵人的時候也有機會被人罵的 是不是? 總之你很生氣很生氣的時候想罵人的時候 就忍一忍躲在一個靜點的地方 心靜下來你就不會想罵人的 是啊 多謝你啊 有什麼好罵呢? 兩個人站在街上像潑虎馬街那樣有什麼好吵? 我都不知道有什麼好吵? 嗯 多謝你了 Nina 保重心理會叫 看你每次都很努力 包括廣東話 其實努力 多謝大家 多謝大家肯定 其實只努力是沒有用的 現在我們的經營方面都有些困難的 我之前做節目 做了很多次的節目 其實沒有說什麼敏感的話題 包括上一集跟郭先生卓堅做的節目 沒有說什麼 沒有廣告 不許我錄廣告 所以我們都賺不到錢的情況之下 雖然這個台銘繼續在運作中 但是我的節目有時候就跟香港的朋友說了一點點 我都不覺得敏感的話題 就已經不給我廣告了 不給我廣告就很難 這個節目很難維持下去了 不過我們這台也在運作中有其他節目 有《頭頭是道》《越講越有理》 都挺好看的 有其他的節目 包括《隨著香港》 之前做的 因為我做了我 期望自己達到的目標是500集節目 這個是488集 加上我最少香港那邊15集 就是《尼南》時間了 這個《尼南》裡面 我自己覺得成長了很多的 我學到很多東西 不過今天就有些重要的事情要和大家宣佈 就是關於我們一些頻道的變動 沒錯 由於最近我們有一堆的頻道 就是被YouTube突然間關閉了營利 營利關閉的原因 他們就說是我們有些內容敏感 但至於是怎樣敏感 是哪些內容敏感 他們就沒有說清楚 最搞笑的就是竟然有些健康節目的頻道 都是被關閉營利 也是說敏感話題 其實是挺不合理的 因為我們覺得再這樣下去 其實我們都說不到我們想說的話 傳播不到真相 有很多製造 有見及此 所以我們公司會做一些調整和調動 由下個星期一開始 疫情最前線和紀元頭橋這個頻道 就會關閉和暫停運作 所以這兩個節目亦都會停止播放 第七節